還有我們228基金會的廖執行長 張委員好 好 不好意思 民主長 你認不認同啊 轉型正義 他的目的啊 其實是為了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 我同意啊 你同意嘛 對 那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現在全球啦 包括聯合國以下的 他的人權駐地機構 他有分很多的地方 在東南亞亞洲非洲什麼的 其實聯合國積極在推動這份工作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你對這個有沒有了解 這個應該是世界各國的一個趨勢潮流啦 我覺得 促進轉型正義沒有人會反對啦 我覺得這個應該很正常的啦 對 我舉例啦 像我 我舉例跟我們台灣的比較近的啦 像 聯合國在阿富汗 他就已經有設立了 他就是跟阿富汗政府配合的 喔 獨立人權委員會喔 展開調查 阿富汗當初在 啊 他們動盪時間的一個喔 被破壞的真相 然後呢 他們不只是這樣子 他們也有在很多的地方 比如說在柬埔寨 啊 設立了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 他是負責對1975年 是1979年啊 赤眠統治時期所犯罪型的主要責任者進行審判 這都是聯合國跟啊 當地的現在政府在做的 所以這個 喔 然後呢 啊 甚至 啊 聯合國呢 比如說好 在我們的亞洲地區 喔 他在 尼泊爾政府啊 他有一個 啊 設立一個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然後制定一項全面性的賠償政策 然後呢 啊 在阿富汗內戰的時候呢 他們這些啊 戰爭中